晚安 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头条要来看的是在昨天已经报道的 现在延续看到如何收拾善后 希腊严重的火车对撞意外 这是一列载客列车和货运列车 竟然驶在同一条轨道12分钟之后 车头相撞 火车前面的两节车厢首当其冲全毁 所以目前的死亡名单上 罹难人数已经超过40人 这是希腊史上最严重的铁路惨案 事发之后 这个站的火车站站长遭到逮捕 疑似就是因为他调拨车道 但是没有用心 因此造成两车对撞 而希腊的交通部长视察现场之后 立刻引就辞职 希腊是在欧债危机之后 有严格的准结政策 在这段期间 他的铁路系统缺乏投资 也没有建设 设备非常老旧 所以希腊的铁路事故 他的事故发生的频繁数量 在欧洲国家当中是第一名 而这次意外 让希腊百姓民怨沸腾 整个灾难还在上后 而抗议的民众 在雅底街头 又跟警方爆发严重冲突 希腊在周二晚间 发生一辆载客列车 和货运列车 相撞的意外 监视器拍下对撞瞬间 车头爆炸 火光冲天的画面 载客火车 前两节的车厢 严重回损 生还者描述意外 当时的可怕景象 客运列车 是由雅典出发 前往北部城市 没想到 中途 在拉里萨市 与另一辆 在同个轨道上 行驶的列车 对开了 近十二分钟后 相撞 列车上 搭载三百多名乘客 死亡人数 超过四十人 成为希腊史上 最严重的 铁路意外 当地民众 得知消息后 立刻自发 前往捐血站捐血 希腊总理 米塔基斯 周三一早 到事故现场视察 他在全国电视 演说中表示 事故是人为 舒适引发 希腊政府宣布 三天国桑日 政府机关 将办起治癌 事故发生后不久 当地火车站的 站长遭到逮捕 初步调查发现 是他调拨了火车轨道 让两列对象的列车 行驶在同一个轨道上 希腊交通部长卡拉曼里斯 到现场视察时忍不住哽咽 稍后应就辞职 希腊铁路安全在欧洲国家中吊车尾 从2018年到2020年之间 铁路伤亡事故在28个欧洲国家中最多 交通部长坦言 希腊的铁路系统老旧 不符合21世纪现代化的标准 铁路工会也痛批 铁路操作大多靠手动 很多安全耗制都故障 民众对政府长期忽视铁路安全 感到愤怒 雅典街头出现大规模示威 抗议民众与警方爆发冲突 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 希腊濒临破产边缘 政府为了取得欧洲央行和IMF的纾困 实施了严格的准结政策 将部分国营事业营化 其中也包括铁路系统 过去20多年来 希腊政府对铁路建设投资不足 导致设备老旧 人力短缺 早有舆论批评 但总是要等到出大事 政府才会重视安全问题 TVBS新闻总和报道